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星期二的时候表示 在有关北京冬奥会的问题上 美国正寻求与盟友和伙伴进行讨论 以采取协调一致的做法 目前由于这个新疆问题的缘故 西方社会抵制北京冬奥的呼声 似乎是越来越高 有不少乐观的朋友 觉得可能这些冬奥会就真的办不成了 但今天我必须得给大家泼一盆冷水 其实你说从能力上看 西方国家能不能抵制成功呢 我觉得他们如果下定决心要做 那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啊 因为这个冬奥会它的性质和夏季奥运会不一样 冬奥呢就是一个纯西方国家的运动会 最好的运动员 最好的设备 最好的场地 全部都在西方 滑雪界的另一个世界级的赛事 FIS世界高山滑雪世界杯 自有史以来 所有的冠军均来自于西方国家 中国滑雪队常年的训练基地 也不是在重礼 而是在奥地利的殷师布鲁克 冬奥会啊 如果大部分的西方国家不来 那就压根不用玩了 因为你压根没办法让那些非洲的大兄弟 给你撑场面嘛 你让谭书记给你划个超级大回旋 他也做不到啊 他也不是有没有运动员 有没有代表团的问题 他是有没有血的问题啊 真要抵制的话呢 那这个新闻的标题可能就是 俄罗斯或成为最大赢家 将包揽北京冬奥所有的金牌 所以说我感觉中共在这个事情上 对西方国家还是有所忌惮的 这一点呢 从关于此事的两个不同的新闻标题上 就能看得出来 一个是美国官媒 美国之音 他说的是 他说的是 考虑联合抵制 美国医院就北京冬奥会事宜 寻求与盟国协调 另一个呢 是中国的大维宣机构 观察者网 说的是 美国要联合盟友 抵制北京冬奥会 美国医院集成心 你看这个挺有意思啊 中国官媒帮着美国官媒做澄清 而国内舆论也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报道 其实按照现在这个战狼风格 外交部早就该把那几条狗放出来咬人了 对吧 你有这个苗头 我还不得跟你对着呛嘛 你说要抵制我 我还真就不让你来了 或者呢 干脆就放出风神 到时候你们来 我挨个对你们进行钢试纸 而且那钢试纸的棉花 还得是新疆棉做的 至少也得是这样啊 那咱们今天讲到了对冬奥会的抵制 那就不得不提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了 事实上1936年之前 大粹德国呢 就因为他的种族压迫政策和侵略扩张行为 已经在国际社会上是声名狼藉了 而且在1936年 还有一件更大的事情爆发 那就是西班牙内战 冬奥会呢 是8月份开幕的 而在一个月之前 希特勒接见了弗朗格的特使 并当即做出了干涉西班牙内战的决定 其狼子野心呢 可谓是朝南落街 不过呢 这个时候 希特勒并不打算跟国际社会彻底翻脸 当然那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奥运会有多么的重要 而是因为举办这样一场 万国来朝的大兴活动 是为了他掌权四年以来的一次绝佳的宣传机会 我一直都说啊 对于极权国家 面子始终是第一位的 什么国际舆论 什么经济利益 什么政治原则 都得靠边站 那么为了实现这一次的万国来朝 希特勒是做了很多的妥协与浪布的 比如说他允许拥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女基建手 海伦梅耶代表德国参赛 最终呢 梅耶取得了个人女子基建的银牌 像当时所有的德国运动员一样 他也在领奖台上行了举手礼 最终呢 包括梅耶在内 共有九位犹太义运动员 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了奖牌 对于前来观赛的各国普通游客 纳粹当局也是极尽隆重 提前就撤下了原本遍布街头的反游标语 并且呢还下令 德国反同性恋的法律将不适用于外国游客 希特勒呢 还邀请到了自己的好友 同时也是著名导演的Lailing Lifestyle 来拍摄奥运会的纪录片 最终纳粹德国取得了这波宣传公式的彻底胜利 德国运动员也斩获了大多数的奖牌 而纳粹当局的热情款待 有序的组织能力 更是赢得了到访者的一致赞美 比如当时的纽约时报就报道称 本届奥运会之后 德国重回国际大家庭的怀抱 而奥运会更使得德国重现人性本色 当时的国际舆论风向被彻底的扭转 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和平会一直持续下去 最近能感到讽识的是 奥运会结束后仅两天 有犹太血统的奥运村主席 富尔斯特纳便自杀身亡了 那之后的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不用我多做介绍了 其实当时的国际社会 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抵制 许多国家的犹太运动员 都以个人的名义拒绝到柏林参赛 在美国一些犹太人组织 比如说美国犹太人联合会 和美国犹太劳工委员会 也都对抵制运动表示了支持 然而1935年的12月 美国业余运动员联合会 还是投票赞成参加奥运 随后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 联合抵制运动宣告失败 当时的国际社会 依然沉浸在不问政治的氛围当中 一部分脑子不清醒的人 甚至是希望用奥运会 让德国重新回到正轨之上 还有一部分人 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毕竟不管是在1936年 还是在2021年 让政治远离奥运的口号 都是一个相对安全 并且政治正确的选择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 行业界自然是不希望抵制 相关记得利益者 更是不希望抵制 历史有的时候 真的就是一个循环 咱们说回到现在 大概是在半年前 就陆续传出了 要抵制冬奥的消息 那我个人的判断是 最终国际联合抵制 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 因为这里面 涉及到太多的利益方 尤其是这些 作为东京运动主力的 欧洲国家 是最不希望抵制的 就拿这是 冬奥会的设备供应方来说 造雪机 缆车 雪场照明 雪道设计 乃至人员培训 均来自于 意大利 德国 瑞士等欧洲国家 其中在冬奥场馆的 造雪设备这一块 就是由意大利 天兵集团 全权承包的 而且冬奥会所带动的 整个中国冬季运动的市场 那更是一个 极具想象力的 超级市场 这里面 比如说 雪盘雪剧 滑雪服 将来的滑雪旅游等项目 在中国也基本上是一个空白 那这些呢 在欧洲人的眼里看来 那可是一个 非常能挣钱的大肥肉 而且这块肥肉 他们已经咬了一半在口里了 那已经是满嘴流油啊 这个时候 想让人吐出来 怕是比较困难了 再者呢 这个操作时间 似乎也不太够 冬奥会 是明年2月4日就要开幕啊 那现在呢 已经是北半球 在开幕前的最后一个血迹了 各国的教练和运动员 基本上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西方的政治人物呢 又是不可能强制要求 他们不能去的 所以综上所述 我对抵制能否成功 是持一个悲观态度的 但是呢 这并不意味着 他就没有操作的空间了 从目前的这个氛围来看 各国领导人 缺席开幕式 应该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了 08年的时候 小布什是拖家带口的去了 明年看起来 拜登呢 是不至于拖着 杭特拜登一起去的 毕竟人家小拜登的中国事务 应该是比他爸更熟悉的 此外 运动员个人 也是有很多的行动可以做的 比如说 你在胸前绣一个抵制新疆棉 或者是领奖的时候 比一个三指手势 也不是不可能的 而且这些呢 他确实是哪里没有办法的 冬奥会的 他这个直播转播呢 很大程度上呢 也是会由西方媒体主导的 毕竟这个冬季运动的 瘦终面呢 还是以海外居多的嘛 那这个呢 就是审查部门的一大灾难了 目前这个内宣和外宣系统啊 虽然说也是失臣至戈佩尔 但始终是得其行 而不得其神 在容忍性方面 比起当年的纳粹啊 是要差很多的 之后啊 会不会爆出什么大瓜 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总之啊 我觉得 现在对冬奥的硬抵制 应该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了 取而代之的呢 很可能是一些角度 更为刁砖的软抵制 不过我得声明啊 以上的观点 只局限于当下的形势 大家都知道 咱们现在这个车速呢 是没有最坏 只有更坏 以后会不会打脸 我还真的不好说 如果有 那就请给我狠狠的打 请订阅一下 开玩笑 词 感谢